妈妈买的糖果比赖我买的糖果 有没有搞错 又打成平手 哎 差一点漫画书就到手 今天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 那我要是赢 开学买个新书包行不行 哦 那要是书 开学加一套辅导书 啊 你就说行不行 没问题 今天我肯定能赢 因为我有三滴的果汁软糖 装一个香蕉壳就叫三滴软糖 想赢我还有点难 打开让你看一看 香蕉里面全是宝藏 每一颗软糖都有Q弹的外皮 轻轻爆开里面还有加薪果汁 吃起来果然美滋滋 吃完的香蕉壳 不仅能当挂坠还能当收纳盒 这样的软糖是不是超值 好吃的糖果不需要带壳 美味才是它真正的代名词 专属夏天的西瓜软糖 每一颗都闪耀着夏天的光芒 超级可爱的西瓜造型 夏天没它可不行 直接吃西瓜它不香吗 你闭嘴 让你尝一下 一整个西瓜的清爽在嘴里炸开 别太惊讶 今天的冠军我必须拿下 一个西瓜糖就想把我打败 是不是高兴得太快 接下来我拿的肯定能获得小伙伴的青睐 飓风葡萄爆猪果冻 给你飞一般的感受 手感QQ弹弹 拿起来特别好玩 气球里面装果冻 你有没有考虑过气球的感受 你不懂 这叫创意 只需要轻轻一扎 果冻就出来了 像一颗超大的葡萄果肉 果香四溢 酸甜可口 简直就是吃果冻的终极享受 可惜想赢我还不够 你不要再争乱那节奏 好吃的果冻必须有真果肉 你看 颗颗分明 晶莹剔透 足足有20颗葡萄 堪称果冻界的土豪 不好吃也得被吐槽 四开让你看一看 超大的果肉清洗可见 吃下去就仿佛游荡在果林里面 入口即化 清甜爽滑 今天选我都是机智的娃 nice 选我的都能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那咱走着瞧